新北市一名富人在厨房的洗碗槽倒掉已经用完的汽车镀膜剂 没想到旁边的瓦斯炉正在煮东西 当场引发了爆炸 也造成了富人双腿烧伤 而消防局就提醒 其实汽车镀膜剂里面含有钉碗 也就是类似一般桶装瓦斯的成分 所以千万不能靠近火源 从置物价到洗碗机 洗碗槽周边的东西全部都融化 厨房发生小爆炸 原因就是这一瓶汽车镀膜剂 从瓶身破裂的形状就可以看见 当时爆炸威力有多大 事情发生在21号 新北市五谷43岁的丁信妇人拜访朋友 她看到一瓶汽车镀膜剂已经用完 于是好心帮忙 在厨房洗碗槽里倒掉残余的液体 没有想到气体挥发 刚好旁边正在煮东西当场引发爆炸 造成富人的小腿灼烫伤 紧急送往医院 而巨大的爆炸声响也让邻居们吓一大跳 他们那边都一直在叫很大声 富人用的汽车镀膜剂包含丁碗 类似一般桶装瓦斯的成分 消防局也提醒 毅然液体发挥性高 千万不能靠近火源 有没有好心帮忙朋友回收 却没想到造成厨房小爆炸 使用清洁用品还是要注意安全 先仔细看完使用说明 避免造成伤害 华智新闻木下翠林之纯 新北市报道